上海迪士尼近代食物且翻包检查 近来持续引发社会关注 此前有媒体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实地探访时发现 乐园工作人员对游客翻包检查的情况依然存在 游客入园前 要依次将包和物品放在检查台上接受检查 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回应称 目前上海迪士尼没有就近代食物和翻包检查等规定做出更改 对此有女性受访者表示 翻包检查侵犯个人隐私 尤其是女性会有不少私人物品 上海迪士尼在安检形势上应有所改变 就是说他翻包检查有点侵犯个人隐私了 因为毕竟是一个女生嘛 然后就是包里会有很多一些东西嘛 我觉得他们最应该解决的就是内部问题 他们的安检最起码不要再去翻人的包了 毕竟他有安检门呢 不要去再翻里面的东西了 这个真的就有点触及隐私了 中心社记者于8月23号下午 致电了上海迪士尼乐园相关部门 对方给出的答案也印证了此前相关媒体的报道 关于您说的这个翻包检查的一些这个入园的政策的话 只能告诉您目前的话是没有更改的 如果您有这个相关需求呢 可以把您这个需求发送到这个邮件 但是是否能回复的话 我们这边是不能保证的 上海市军阅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子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上海浦东新区消保委由于没有执法权限 暂时只能以协调为主 目前上海迪士尼对禁园游客翻包检查的问题 只有等待华东政法大学四名女大学生 起诉上海迪士尼案的最终裁决结果 我们国家呢是专门有一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 那么现在呢迪士尼他不接受这个条件 所以在消保委这一步并不能一次性呢 就是把这个事情给处理完毕 那么消保委他也可以就是就消费者的起诉行为呢 提出一个支持的一个功能 这件事最终将如何处理 这个是由人民法院来做出裁定或判决 来进行最后的处理的 8月23号晚间 上海国际主题乐园有限公司官方微信发布消息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团队 就上海迪士尼乐园游客须知发布说明 应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需要在所有游客进入上海迪士尼乐园之前 对游客及其携带的行李物品进行安检 关于上海迪士尼不接受调解的说法不符合事实 据了解 法院针对华东政法大学四名女大学生 起诉上海迪士尼的案件 预计于2019年10月进行裁决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